宇都基隆竟然传出缺水 8月初开始 基隆市中正信义区常常停水 影响大约3000多户 原来近来北部山区降雨量变少 导致水库储水量不足 基隆主要的水库 新山水库蓄水量只剩下56% 一滴水都没有 都没有啊都没有啊 打开水龙头却一滴水都没有 水什么时候会过来 我们都没有水哦 民众抱怨连连 因为已经好几天 没水可用真的好崩溃 自来水公司紧急派水车来到社区 民众水桶容器通通出洞 赶紧接水回家用 暂时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不过居民会这么崩溃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宇都的基隆怎么会缺水 很夸张 太夸张 基隆怎么会缺水啊 对啊 8月初开始 基隆市中正区新域区 陆续传出缺水状况 目前影响约3000多户 原来是近来北部山区降雨量变少 导致水库储水量不足 基隆主要的水库 新山水库 水量只剩下56.9% 最严重的情况 可能30天后就无水可用 水情相当吃紧 金融水情大高级 自来水公司虽然有在调配水量 但人治标不治本 只希望老天赶快赏赏脸 添加干磷才能彻底解决缺水问题 记得拆之痕金融报道 C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 杨核心 杨核心